马可福音第九章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场死位以前 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衣服放光 极其洁白 地上漂布的 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 忽然 由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 并且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拉比 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门徒忽然周围一看 不再见一人 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 下山的时候 耶稣嘱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 彼此议论 从死里复活 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问耶稣说 文士为什么说 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说 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 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 他要受许多的苦 被人轻慢呢 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他们也任意带他 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 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 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 众人一见耶稣 都甚稀奇 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 众人中间 有一个人回答说 不子 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哑巴鬼附着 无论在哪里 鬼捉弄他 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没 咬牙切齿 身体枯干 我请过你的门徒 把鬼赶出去 他们确实不能 耶稣说 不幸的世代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他们就带了他来 他一见耶稣 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 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 口中流没 耶稣问他父亲说 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 回答说 从小的时候 鬼履刺把他扔在火里 水里 要灭他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排死的父亲 历史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耶稣看见众人 都跑上来 就斥责那乌鬼说 你这聋哑的鬼 我吩咐你 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 那鬼喊叫 是孩子大大的 抽了一阵风 就出来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般 以致众人多半说 他是死了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他就站起来了 耶稣进了屋子 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 耶稣说 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他们离开那地方 经过加利利 耶稣不愿意人知道 于是教训门徒 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被杀以后 过三天 他要复活 门徒却不明白这话 又不敢问他 他们来到加摆农 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门徒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 彼此争论谁为大 耶稣坐下 叫十二个门徒来 说 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 他必做众人幕后的 做众人的用人 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徒中间 又抱起他来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一个 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那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约翰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 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名 行义能 反倒轻易毁谤我 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凡使之后 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漠时 拴在这人的颈项上 扔在海里 倘若你一只手 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 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 落到地狱 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倘若你一只脚 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瘸腿 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脚 被丢在地狱里 倘若你一只眼 叫你跌倒 就去掉它 你只有一只眼 进入神的国 强如有两只眼 被丢在地狱里 在那里 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因为必用火 当盐焉个人 盐本是好的 若失了胃 可用什么叫它 在弦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言 彼此和睦